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费地一分钟 每周一只周五更新 最近在公司食堂吃了对卤博肉 结果拉了三天肚子 操 肉不会挑着买吗 新鲜的肉 肉厂居民有光泽 肉质还特别紧密 压一压 宁怪就会恢复饱满 一刀下去 轻面湿润 但绝不粘手 连肉汁都是透明的 如果是储藏了爆酒的冷冻肉 解冻了之后 肉是松软没有一点弹性 用锅一煮 肉汤浑浊得连傻子都不会喝 妈的 以前没有良心的肉饭 还会卖病死肉抽数 其实很好辨别 出生死了再放血是放不干净的 肉就成为黯红色 用刀背压下去 会有黑红色的血流出来 最他们讨厌的就是注水肉 注水量掌握合适 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知花了老子多少冤枉钱 其实只要各块收受下来 等前面伸出水后 就填上卧生纸上去 压两下 等纸湿了 用火烧烧看 要是怎么也点不着 靠 肯定是注了水的 想包顿饺子 又单一外面的肉腺不好 买个家用饺肉机吧 还能搅葱搅蒜搅香料 方法观众非得说 会播微信 长知识更健康